为了让子女学好英语 不少家长花费昂贵的学费 把子女送到补习班学习 首尔市教育厅表示 今后将加强校内英语教育 决定从明年起 在中小学示范投入 人工智能英语教育机器人 首尔市教育厅决定 从明年3月开始 在首尔地区的小学和初中 投入英语绘画机器人 对象为无所小学和初中 每所学校提供一台机器人 目前教育厅正在和民间企业 合作开发英语绘画机器人 该机器人的长相 和餐厅内的送餐机器人相仿 具有人工智能能力 能够和学生一对一的进行对话 机器人在教室里作为辅导教师 为学生矫正发音 并按照学习水平进行个别教育 另外教育厅还决定 从明年3月开始 在三所中小学示范投入 聊天对话机器人 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以加强英语公共教育 聊天机器人可根据学生的情况 用英语进行一对一对话